哈囉大家好,Its me,阿楊 我曾經是新大陸的蒼藍星 我也是人稱神火村的烈火 來到了這個狂野的東方世界 他內內的我被打爆了呀 是不是我在神火村跟姊妹花過太爽了呢? 我必須得說,狂野之間的畫獸 很多是真的混帳真的糞啊 本期我們來看那些畫獸排行 越混帳越糞,排名越高 順便我們來看看抄襲 喔不,是致敬了哪些萌行的魔物吧 那這次參加排行的畫獸選手們 全員總共是21隻,包含亞種 最終BOSS不算,畢竟是最終BOSS給他留點尊嚴 還有那個像熊熊的那麼可愛 照理說也不能算吧 Anyway,我要說的是數量其實有點少 排TOP10沒意思,這是TOP5就好 而且亞種跟原生種也沒有差太多 屬性不同,有多招式,但動作很接近就是了 這樣扣一扣其實剩沒幾個畫獸了 評分標準如畫面表示 個人距離通關為止的出見面到自殺為準 對,因為很多隻我貓車倒不行 喔不對,這邊沒有貓車 叫啥來者? 殉命啦,是真死了啦 我靠 那後續農莊打的就都不算 我們只算第一次見面直到打過 就這個評分標準就夠了,其他沒了 那武器基本上是用落爪刀跟弓箭評分 大多是落爪刀為主 但是落爪刀那拍出來的畫面吼 要不就是只看腳趾頭,不然就畫獸的屁耶 根本看不清楚全身的動作 所以待會看到的大部分畫面應該都會是用弓箭的 因為都是後面補錄的畫面啦 好的,不囉嗦了,馬上開始 幹話時間到,Let's check it out 第五名一次有四隻,雖然說只排第五名 但這幾隻算是稍稍強度有 加上總是有某些地方單純糞又混帳 例如扣選第一位,利索 就是一隻該死的老鼠 他的招式什麼的看起來就像是那些狗龍王 並不難打,不管是下位或是強大的上位 但是單純的就是糞,噁心 人家狗龍王頂多叫個兩隻反你 這隻會召喚超級多老鼠 我就在想啊,這數量是不是噁心了點 我們都知道,假設你是弓箭手,那麼蓄力什麼的是必須的 那他的小弟就是那種不斷的會打斷你的混帳 就算你是進戰好了 你的落爪會一直放出來的瞬間就被小老鼠咬過 我是PS5版本,我不知道PC版本是怎樣 這群小老鼠肯定會讓你掉針吧 是以噁心程度就能上榜 後選第二名,山川鎚跟林川鎚 主要還是山川鎚吧 是劇情裡面的第三隻畫手 但是比起前面那老鼠花樹跟水踏琥珀組 這隻的體型突然變得超大 初見的時候心想,這體型要是去蒙行裡面 我看這隻豬會捏殺一堆自稱龍的魔物吧 動作很單純,但是傷害超高 有點類似角龍 那個豬豬轉圈啦 還有那個用牙齒錘地板啦 當然還有最經典的蔥撞蓝 畢竟是個山豬撞起來像是鬥牛,也是可以理解的 甚至我們還能用牆擋,非常輕鬆就能獲勝 那混帳點在哪? 視角啊 那個視角,因為太大隻了 假設我拿漏爪刀砍 我根本看不到他的頭 其實我都不知道我在砍什麼 砍主角吧 經典的修指甲砍死一條龍 最經典範例 後選第三名,金針貝喔,石針貝 這隻就好像沒有特別像萌行的哪隻魔物 因為那個托地板的動作有點蠢有點萌之外 欸不是,這個托地板的動作有點違反物理常識吧 傷害又高,你的動能從哪來的啊 牛頓的棺材板都還震動啊 背上結晶狂射有沒有哪隻魔物像 大概吐沙龍的噴泥巴吧 但是耳心人的重力度差超級多 因為背上的那些千本針而入選 沒有人噴射的那範圍那麼廣又圓的啦 而且判定非常神奇喔 有時候那針打下來我咧沒事 有時候感覺明明閃過,但你就是被打到 至於為什麼咧? 問你就是魔法,肯定是魔法 被逼的一定要跟他拉開距離 但是他還有個音速小是龍車 啊,對啦,這隻設定上就是刺蝟 會音速小時的衝刺合理 傷害爆高,而且瞄人追尾超級準 不小心被龍車追毛車 雖然可以用門來擋 但你知道有時候那個地形不讓你放得冷死 非常糞的畫獸 第四位候補,不知火 由於是後期的畫獸所以傷害非常非常高 還好他的命中率非常差 他的技能在地上曝光有天回龍的衣服 只是呢,他是一隻孔雀 作為後期的畫獸品性是真的nice 非常難得的戰得讓你打破綻很多 我覺得在劇情後期遇到這隻 應該是製作主的善意吧 但本來想說根本就不該上榜 不過看在他那個超高攻擊力 咱們還是給他一點尊重吧 畢竟出現的時候那傷害 還有那地板火球的準度也是非常好 就讓他進入第五名後補啊 那剛講的都是第五名吧 而這個遊戲呢 有所謂的四大天王般的存在 剛剛的話說有 糞歸糞、混帳歸混帳 你不是打不贏的 但是待會的四大天王呢 除了又糞又混帳 偏偏還超強 又偏偏的偏偏 打一隻都非常久打到手栓 根本就是臨時處境 最為那握搖桿的手 這四隻我認為就是 一隻遊戲最大的舞蹈坎 你說四隻怎麼會有舞蹈坎 待會解釋,我們看下去 第四名天造手 天造手是遊戲中期的一道坎 很不好過 傷害高招式又酷炫 初見要不就是被他直接打到死 要不就是被他的超猩猩直接吐死 這招式有點像是咱們炎王龍的超猩猩 人家炎王龍不太會飛 你就把這隻天造手當成會飛的炎王龍 火龍加炎王龍的合體真夠分 他有一招是飛天 然後落下用腳給你大傷害 但是他飛得非常高 根本是畫面外攻擊 你只能聽音變位來翻增賽 然後要是你的另一半說 你電視聲音太大聲了吧 然後把你的電視聲音調小 你只能心底默默問候你未來的丈母娘 然後等死吧 幸好這隻有和雷狼龍一樣的驕傲 也就是那聚氣階段讓你輕鬆輸出 所以破綻就是這個好時候 外加第二階段只要不直面他 是可以在背後安心輸出的 雖然有混帳到不行的攻擊方式 但相對算是友好一點了 這遊戲的鳥類也都相對友好的 第三名 羅刹 本座封面魔物 外號冰狼龍 但是跟蒙夯的那個冰狼龍差太多了 攻擊方式更偏向是蒙夯世界的慘爪龍 旋轉跳躍通通沒少 這種攻擊方式非常慘無人道的份 那也就算了 偏偏還送給他一堆冰刺攻擊 那個範圍呢 我想就算冰咒龍來也不是他對手 有冰咒龍的冰霜大範圍配上慘爪龍的靈敏度 就是這隻羅刹混張有份的地方 那個冰刺只要你在他前方60度角的範圍 一般人都是有危險快逃 你往後逃你就會問候他媽媽 那範圍好像不是跑可以跑過的 必須反方向思考 直接往他的臉上衝過去躲 但是他靈敏度高 那一跑一跳 包你追他追到懷疑人生 唯一給你的優點就是 你至少在他每次攻擊中間有3秒的空檔 3秒很多了 待會前面兩隻大概只給你2秒吧 非常的混帳好動的路 在劇情面 當你來到可以挑戰羅刹的時候 其實你還在下位 但是這隻羅刹 完完全全就是上位的攻擊和防御 連他製作出來的裝備都上位等級 卻被安排在下位當最後守能源 逼迫你升級你的防具才是最糞的地方 單人打死活就是打不過混帳難點 也因此成為本作引到門檻之一 第二名 藍金虎 由於是一隻喵喵本質上就是超鬼畜的畫獸 想說應該非常像怨虎龍吧 那能有什麼難度 結果瞬間被他教做了 玩虐 完全虐爆 看看他的名字 藍金虎 有個藍字 咱們藍龍的dyson吸塵器招式完美複製 但他的dyson不只能吸還能吹 又吸又吹的讓你運到不行 當然我指的是拳頭 太混帳了 是給不給打 吸吸吸是這樣 吸完然後會給你來個驚天一拍 這一拍外在那如頭的螺旋丸超高攻擊力 吹吹吹就神奇了 想說吹那麼遠是怎樣 吹完之後還給你來一發類似白疾風的尾氣 白疾風半月斬的準度已經很詭促 這傢伙更準 狂暴起來 怨虎龍那進攻萬花筒的平活度也來了 藍龍加白疾風加怨虎龍的綜合體 當人打我真不知道要怎麼才能打過 加上是非常後期的劇情擋路畫手 這支連線還比較多人打 都是一群沒打過的傢伙抱團 結果3-3-2-2全部殞命 本作最大門檻沒有之一 非常的強又糞又混帳 第一名戀獄員 超糞混帳魔物絕對是第一名的存在 狂野之星裡面的混帳四天王之首 絕對是所有戀人們前進的兩堵高牆 連藍金虎都沒他之歪 先不說攻擊面 我們講的是劇情面 因為這隻猴糞就糞在劇情面 遊戲剛開始我這位小萌星獵人 根據萌行經驗 夏威的裝備就是隨便做作 武器有就好不用太要求 等到上位再來考慮配裝技能什麼 夏威五個星等級 前面兩星隨便打 路邊打了老鼠花束輕鬆自在 打了那野豬是討厭的點 但是也沒那麼難 還是去跟那隻攻擊機冠琴玩玩 真是愜意的獵人生猴啊 直到遇到了這隻猴子 一上到難度三星 這隻猴子馬上教你做人 動作面也是頂級鬼畜類別的等級 超快的攻擊頻率 超高的傷害 你只能使出打帶跑的打法 這隻很明顯的參考魔物就是金獅子 有像金獅子一樣的丟石頭招式 但這傢伙丟的是火球啊 這是狩獵遊戲 不是打籃球啊 沒人叫你投三分啊 人家金獅可是隨便丟丟 這隻猴子準度超級準 根本刻意在吃 還有類似金獅的怒饕雙拳連擊 這傢伙也可以來個轉轉轉風車大迴旋 金獅的陣地波當然這傢伙也沒少過 而且還逼得你必須閃躲兩次 你要是沒體力就跟著挨揍吧 加上從藍金虎那裡學來的空中灌籃 灌籃高手是你 電影看太多囉 還有跟咱們千刃龍學來的假面騎士題 欸 千刃非常金獅 聽起來很殺 露石性那種貓科動物果然都不是頂尖的獵食者 這種靈掌類雜實性畜生才是真正的最強 製作主做錯這隻根本是故意的吧 欸 但是還沒玩喔 根據劇情 在你搞定天造手之後 來到上位四星難度 你必須打到四隻魔物 一開始好像是十真貝還是金真貝 是誰我都忘了 反正有任務隨便找路人打一打 同樣因為狂野之星的連線機制很糞 幾乎必須來到夏茉莉島跟他一對一對決 本來來到上位之後我裝備就隨意存在圓 為了要跟他對決不得不去把自身裝備升級 因為他又再次在劇情上成為你的一堵高牆 這也是人家藍堅虎雖然強 但為什麼第二 因為裝備都在這猴子之前就先強化過一輪 本作最憤魔物動作GY 配上劇情連擋物兩次不可避免 這就是為什麼明明四隻化獸四天王 但卻有五道砍的原因啦 有些化獸你還能跳過不打 但這隻就是製作主要你打兩次 所以設定上特別糞特別強 同時也擺明是製作主要 而心裡各位打 Anyway這隻猴子王 動作面、劇情面 甚至連長相 都是又糞又混帳 一等一的存在 恭喜咱們煉獄猴獲獲本次的第一名 好的 相信很多人都是玩過萌夯的吧 是吧 不是只有我這神火村來的獵人 被這幾隻綁上的糞魔物打得迷迷茂毛嗎 你也有被打到懷疑獵人的人生嗎 那你就快留言跟我說 我肯定笑你 嘿嘿 但還是要記得按讚訂閱加入會員 我是阿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